作詞 作曲 編曲 李宗盛 我叫做山金 這是我的化名 我大學的時候收取動畫畢業 畢業後還嘗試用不同的材料 形式去做動畫段片 這次的題目是用動畫實驗 因為覺得現在主流的商業動畫 已經充斥著大家的視線 以及很多不同的主流商業動畫被大家接觸到 但另一方面實驗動畫這種類型 大家未必有機會可以接觸到和欣賞得到 所以希望透過這個講座 令大家重新發現這種形式的動畫 因為動畫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流派或者種類 所以想透過這次講座讓大家接觸到多些從技法 或者聚事結構方面做實驗的作品 希望觀眾之後可以用一個更多元的角度去欣賞動畫這件事情 相信觀眾看動畫就看得多了 但一套動畫背後的誕生或者它的製作過程 大家未必太了解或者太清楚 所以都想透過自己的一些創作經歷去分享給大家看 當中的構思或者當中的製作花絮 從而去拉近大家對動畫的距離感 其實做動畫未必好像大家想到這麼複雜 或者經常聽到一個動畫一秒鐘要畫成24張畫面 這麼恐怖 所以動畫未必大家聯想到Pixar或者迪士尼那種大規模的創作 其實只要大家找到自己適合的創作方法都可以用自己的節奏 就要用自己的形式去做自己的作品 就要用自己的形式去做自己的作品 我愛你 展示了 谢谢观看